蛋白質在身體裡面的含量 你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如果營養正常 正常的運動正常的活動 20歲到25歲 醫生當中整個全身蛋白質的含量 是我們最高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的Muscle 所謂的Muscle就是筋肉 我們的筋肉是我們全身比例最大的時候 但是因為這篇研究的是老年 所以他是從40歲開始 你就會發現 在一般的老年人 不管你是做輕微合格的運動以後 你就會發現年紀越大 蛋白質的含量越少 我不應該講蛋白質 叫做筋肉的含量在你的身體越來越少 這就是一般的人 所以他是隨著年齡不斷的在自動解化 其實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個人認為是 這個社會是一個工作型社會 因為我們接受了外國的 西亞的生活方式以後 每個人到了越年紀越大 你就在公司的職務位置越來越高 你做椅子的機會就會越來越長 所以你不動 你不是像運動員一樣你會運動 然後運動越有限 肌肉就越來越少 可是對40歲到50甚至60歲的人來講 像我們現在 像我都60歲的人 感覺好像對我們還沒有什麼大影響 其實不是 影響越來越影響 所以這邊的圖子告訴你 當我們的年紀越大 如果你沒有做出特別的作為 我們的筋肉是越來越少 那什麼叫做用金退退呢 就回頭過來找一個很靈驚的例子來看 那麼電視上常常用的廣告來 去哭了一股背 對不對 哇 背不快 然後就叫你吃什麼 回谷地 其實在談回谷地之前 我們來看看基督化的東西 年輕人如果臥床不動 你打到腿不能動 總不能動吧 你就是臥床 每一星期的筋肉損失是5到6% 每一個星期 所以有的人跟腿一包 包了整個月也不能動 28天去了快要4分之一 欸 我們的身體是很自動的 裡面就有個會計師了 當你不運動的時候呢 他就在那邊算 那個肌肉又不用 今天不用明天不用 這條筋纖維是多出來 然後要耗圓拆掉 今天拆一條 明天不然你還再不用再拆一條 所以剛剛你們看到很多那個機師 他是慢慢慢慢一條拆一條 拆的時候很快 你要review的時候很慢 你要x size去做 你要做好幾個禮拜 他才慢慢覺得說 噢 夠了算不夠了 這不夠了 更快要再去一條船 那還要你的代謝力夠 年紀越大 代謝力量越小 所以你只要一步運動 肌肉 肌纖維被拆掉了 要再復健回來 是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去做運動 好久不做 做了一次運動回來 噢 這樣生啊生 你要在股心上 我剛剛股心上 你在隔三天不做了 身體越來越長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反應在肌肉的食指損失 這個數字是全身的噢 100到200公克每週 OK 所以肌肉總損失大概是2.6公斤 大概119天左右 這是你的病例 119天的握手全身肌肉損失2.6 可是你知道哪裡損失最多 2.4公斤是屬於最部的肌肉 你們就知道你們的腿部在裡面有過程 你再回來想中醫裡面講什麼 人如果要來 先從哪裡勞起 先從哪裡腳勞起 所以你們現在在想 一道公園裡面去一看 坐輪椅的 都是誰 你記得 動不動現在又要坐輪椅 對嗎 這就是又一個例子 我跟各位講就是我們的社會完全不重心 完全不重心 所以你不要等到那一步 你平常就要養成一個什麼 運動行為 你要讓你的肌肉常常覺得說我有用 他才會被裡面那個會計師下令拆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年輕人 可是如果是一個長者 各位看長者他的損失是11到12% 年輕人是5到6年輕人 舉例大為之多一倍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老年人的生理代謝 比年輕人還要慢 正好慢一倍 所以同樣是臥床的人 老人家丟掉的肌肉 所以什麼慢 你如果跟阿公說 阿公啊你自己去拿啦 把孩子一點都不好 都不孝順 這是我們的社會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整個社會的知識 倫理全部都要重新教育 那鼓勵那個年紀大的人要運動 你當然還是要合眼睛 合眼睛的時候對不對 因為老人就喜歡人家來Pample 阿納服務 適當的機會就是要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 我今天在岔開另外一個 我們的社會常常碰到 除了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陷害就是最原本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看我們的社會 經常的 喔 某某某住院啊 某某親戚長輩 特別是那個 那個長輩如果又是全高位重 大家都比較快 腳都比較快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都來去看那個長輩 甚至於 嘿 阿公在那裡 不管是親阿公 反正 嬰兒幼兒也都背去 喔你看小孩來給你看 大家都很高興 是對嗎 這就是另外一個配置 不重視 各位知道 所有醫院的統計 所有醫院的統計 在感染 都是在醫院發生的 為什麼 醫院每一天都在消毒水 清掃 因為所有在醫院裡面呢 你看醫生要動手術 就要無菌 無菌死 對不對 所以醫院從頭到尾每天都在消毒 消毒消毒消毒 還有不死的細菌呢 那個叫做 Sugar 超級細菌 構成 所以我有曾經有朋友 到醫院去生個小孩 結果呢 放到那時候四十天 都不退 本來原來是生產癌的 後來發現不是 為什麼 到最後 因為幾乎 可以用的抗生素 都找不到什麼原因 最後就去培養 發現他感染的 就是那種消毒機率 就是多重抗藥性 幸好在他完全不醒之前 那個實驗節流出來 醫生馬上就畫一個表 哪些抗生素不能用 哪些抗生素不能用 用一個綜合抗生素 每天給他 啊 這樣他就好 所以 有人住院 我告訴你 大人 還知道要怎麼保護自己 小孩子是絕對不理屈的 可是我們現在常常怎麼樣 那小孩子都可愛了嗎 可以了 我會看這兒畫一眼 然後兒童嗎 喔乖 我會看這兒畫一眼 我會看這兒畫一眼 這是什麼 知識跟感情相悖 這是我們看到的 我們社會的不在 再講一個例子 各位也很清楚 因為 你們下面 如果你做老闆 或你的朋友 有很多人做sales 你看到我們的社會 過去就很難 嘿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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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乾杯 乾 乾杯 我就不可以 我告訴你 你要做這張 神秘的卡 你會 我會留心 那 你瞧不起我 是吧 叫你喝 不行 我喝完了 你會怎麼不喝 可是我們的科學數據 很清楚 到處 解酒能力 每個人都會有 我們肝臟裡面 有一個叫做 酒精氣性能 有的人多 有的人少 酒精氣性能 叫做inducible enzyme 叫做 能夠被 能夠被啟花的 或者是被 勾引出來的效果 所以呢 練 練酒 解酒能力 可以用 一小杯 一小杯 慢慢練 練到最後 你的肝臟裡面 有很多的酒精氣性能 你喝大杯下去 也不會醉 可是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的酒精氣性能 是 non-inducible 沒有辦法被誘惑 這種人 喝兩杯 還在糖 所以我常常 上課我就會覺得 你們不快就要出去做訓練 我教你們一個知識 對不對 你是要害死我 這樣對我公平嗎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個知識不足的社會 這個也很重要 各位想想看 每一天的食物 我們剛剛已經講 你每一天 現在我們都已經很辛苦 你每天需要做多少運動 用多少 每一天 一般的女孩子 一般如果你是家庭主婦 平常不做什麼大事 一天大概小孩 一千兩百或一千三百 大 男生呢 現在的年輕人 男生用的比較少 大概是一千八百 可是如果是重勞動工作 重工作大概是兩千三兩千 有的甚至於運動 超級運動 這兩千八百 完全可以用食物來算 你一天該吃多少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圖 你可以在網上 在食 在 因為我們是學美國人的 美國人是他的 美國吃他的藥物食品 衛生群 他們有通告 要建議美國人一天到吃多少 我們現在是全美國人 所以我們的 不知道是美國單位 林靖東是 衛生 我現在也要請 請 你們的單位 可以提供同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 跟你每天都有關係 我覺得你們回去 因為大家這個店 我們回去 看看 你每天一起 該怎麼吃飯 這是很重要的 每天的營養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舉了那麼多例子 各位開始 應該心中 開始有一種感覺 我們就像一部汽車吧 我們就像一部工具吧 對不對 你輸多少東西 就輸出多少東西 對不對 而現在 講難聽的人 我那天在跟另外一個人講 我說你知道嗎 只要你錢夠多 頭以下全部可以換掉 等一下我們會聽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目前國家 針對我們東方人 針對台灣 我建議你每天的量 當然你如果有特別的活動 你必須懂得要比算 OK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去查 可以看到 那麼剛剛講的這些現象 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在上個世紀 大概是在90年代前90 完全沒有 非常細節的 也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是在分子層次 能夠解釋的 所有的知識都能夠 用分子層次 用一個分子來解釋我們的生命 每天的營養運動 甚至於你的疾病 還有你的生命 是怎麼樣的調節 人以外就是偽造 很多環境的偽造 各位如果看看你們 前陣異波拉幣 就知道 人類其實在跟自己有趣 人不斷在開發這個世界 所以有很多新病的病都需要 然後你就要死一些人 不過現在的科學知識呢 也非常的快 你快就知道你去處理 但是去處理 各位知道 我們只看到 陽光的隱密 各位可能沒有看到 另外 各位知道 美國人 大當祈福的 說 我們挖錢發力去解決伊波拉 到非洲去解決伊波拉病 各位你們知道 後面跟著的是什麼 化學病 化學病幹嘛 消毒啊 同時把病毒帶回去 病毒回去了以後 同時解密 解密了以後 後面點點點不要說 為什麼 不要忘了 他可以做生命戰績 只有他能夠解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解 所以你要是跟他打仗 給你一點伊波拉 知識的良命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像維生物 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歷史表 我們稍微看一下 要看到維生物 環境維生物 最先需要有顯微鏡 或者無刻 或者無刻 但是無刻 剛開始在1665年的時候 解析度還不夠 他能不能看到細胞 細胞的大小是 細菌的10倍到100倍 細菌很小 所以一直要到73年以後 改靜顯微鏡 才開始看到維生物 人的細胞相對是一個龐大的 對維生物的有趣 然後到了98年 種維生物 所以天花 當時沒病的 沒解掉的天花 就是因為維生物 最重要的是1884年 因為過去維生物太小 形狀看起來又差不多 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只有等到病人發作了以後 這個症狀可能是什麼病 可是用了染色 可以染色以後 都發現 每一種菌 用不同的方法去染色 它顏色不一樣 所以就叫做染色法 細菌的染色 而這一個是非常重要 對人類的應用 就是排名器 在過去人 如果感染細菌的話 是沒有藥 幾乎是沒有藥 所以一次大戰的時候 只要受傷 需要截肢的士兵 90% 最後全部都是全身感染細菌 但是盤尼希林發現了以後 到二次大戰 這個現象就不再出現了 因為盤尼希林可以非常有效的 一直生理裡面的其他的維生物 那抗生素就是屬非的 我們現在社會抗生素很多 台灣呢 我跟各位講 你們如果帶小孩子出去玩手 我常常就說 我們的溪流不要下去 不要讓小孩子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溪流裡面 多種抗藥性的維生物一對 各位你們過多或少有聽過 養魚抗生素 養雞抗生素 養豬抗生素 沒有一種不用抗生素 你以為抗生素打在身體裡面嗎 不是 因為我們的養法密集 所以動物跟動物之間很容易 你以為環境的暗髒 而死亡 但是這些農人 他進不起這些損失 所以飼料裡面放抗藥性 抗生素出來以後 在90年代 我還常常要跑台灣 各習慮、各攤、各位置 你們知道那個養豬場 飼料也是抗生素 排站裡面也是這樣 排出來都揹不到哪裡去 都揹在家裡 水沖一沖就到西裡 所以很多人帶著小孩子去 哎呀這個今天不錯 天氣前就好 來,這家很漂亮 我告訴你 深山裡面到處都有人養豬養雞 那個溪水裡面的細菌狀態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小孩子不知道下去 等一下一割傷回來 可以開始放 一放 成功又又發現 非用抗生素 有一個女的 曾經有個案子在南部 有一個老 老 女的 她到西裡面去比較感動 那天我看了個案子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回來以後就一個濃發 然後怎麼樣子都 因為以前的人就笨了 就是 淨菜人家那個原藥膏也拿來塗 都沒有用 後來到醫院去 搞到最後沒有辦法 我記得把它吃膏醫 高雄醫學 最後把它裡面的東西拿去化一個 去檢驗 發現什麼 感染它的細菌 不是一般的細菌 不是一般的 而是一種土壤菌 這種很奇怪 本來不會感染人的菌 變成可以感染人 所以我們的環境是非常可怕 是非常可怕 包括在那個時候 大概是十五年前 各位還記得已經有個案例嗎 就叫做綠 綠牡蠣事件 各位有沒有這個印象 二人溪 那個牡蠣出來是綠色的 牡蠣為什麼是綠色的 因為整條溪是上游 全部都是會五金 會五金 然後下來的水 下面就是養殼 那綠牡蠣事件 那綠牡蠣事件是什麼 人家到那個 到夜市去 那吃完一盤了以後 接著就到醫院去 所以在那一陣子 我都跟所有朋友的講 跟我那一陣子 現在只請問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 已經隔了那麼多 那麼多 到台南 估計 不吃養殖魚 不吃火爆 連必要的時候 連海鮮都不吃 在那個時候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是 台灣的環境問題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抗爭度濫用到 已經是 一直到前幾年 政府才開始做出規範 要再把這種規範再迴轉 還需要好多年 所以 環境維生物 它其實是一比一的 因為它怎麼樣 我們可以用它來 研發很多東西 包括我們對 生命線上的研究 維生物本身 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它繁殖的很快 所以我們要看很多現象 用它來看 是非常容易 你如果要用其他的動波 什麼就很慢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 但是 它到現在在全世界 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們出去國外 一定要非常小心 像是結核菌 現在全世界還有20億人感染結核菌 而且在美國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超級結核菌 現在已經被發現了 有時候過去的結核菌 過去人會用抗爭度殺 現在殺了死 然後也沒有藥的便利 所以到外面去 我跟你講 衛生其實非常重要 埃滋病 現在全世界有4200萬 一共有 每一年有5200萬 到現在為止 這個病只能夠被壓制 但是還是沒有藥 對 像栗菌這些 數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不要以為我們在台灣 好像 包括住在不知道 我告訴你 當這個世界發生問題了以後 如果 隱藏在土壤下 很多東西可能會跑出來 所以 所以 對現在 對這一些微生物的知識 各位 一定要 過多多少要懂一點 因為很有可能 因為很有可能 我們會需要 從為生物 再來看 過去20年 人類的生物科技 走到什麼樣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到這隻老鼠 這隻老鼠身上長了一個耳朵 這個耳朵是什麼 這個耳朵是牛的 耳骨細胞掌子 這個照片是在 最早是在1889年 實驗室裡面流傳出來 那那個時候的Email System 還不是那麼好 所以傳染很慢 到了1992、1993 開始流傳得很快 到了1997的時候 已經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得了得損 它是一種老鼠 叫做羅鼠 這種老鼠呢 它本身是 沒有免疫系統 沒有免疫系統 所以養它很困難 養它必須在一個 完全無菌死 那科學家為什麼要養這個 因為它可以做很多的 器官移植的研究 因為我們知道 器官移植最討厭的 叫做排刺 所以科學家是拿它來 做器官移植的研究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這個兒鼠是怎麼來的呢 科學家就在想 軟骨 可以拿它來培養 拿到細胞裡面來培養 然後我們如果要製造一個器官 有沒有辦法製造 它會不會長條 所以科學家就先用一個什麼 叫做 酵素可分解性的材料 這個材料先做成一個像耳朵一樣的形狀 然後再把牛的耳骨 拿出來刮出來以後做細胞培養 就是它離開了牛的耳朵 去培養 讓它完全不受細胞跟細胞的互相抑制作用 這樣一來就把它培養在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形狀裡面 它就長了 固在這個耳朵上面 固滿了 固滿了以後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材質是酵素可分解 這個細胞會放出一些酵素 就把它一個質料給分解掉 所以它的形狀就變成一個耳朵 科學家就想 那這些細胞 我怎樣讓它能夠知道說它可以活下來 就拿這個螺鼠來把它種在它的身上 這樣很成功嗎 這個身體就開始工癢都是耳朵 這隻老鼠就天天背著這耳朵走來走去 所以這個題目就叫做什麼 開啟了人工器官的造型處 所以基本上完全的成功 可以說是到了1997 各位看到 我們人第一步可以開始 拿出一個單獨的細胞來製造出一個耳朵 緊接著第二年 我們在報紙上就看到了一個消息 叫做陶利亞 各位應該有一個觀念 還記得這件事情 陶利亞又是另外一個case 各位可以看到陶利亞是怎麼來的 這隻陶利亞 它一共動用了三隻羊 A B C 那麼這一隻羊呢 第一隻羊 是從它的乳肝 拿出一個乳肝細胞 這個乳肝細胞拿來了以後 各位如果從它的遺傳染色體來看 我們叫做兩倍體 我們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兩倍體 各位還記得我們剛剛在講的 每一個人的細胞都是從一個軟細胞 受精軟細胞分化成 可是當它分化成一個乳肝了以後 它的細胞就不會再變成別的 這個叫做自然限制作用 它是被限制分化 而且它的形狀大小都是被限制的 可是現在科學家把它拿出來了以後呢 就想我要用它的染色體 就把它的染色體抽出來 放在那邊等著 那麼第二隻羊呢 也是一隻母羊 這隻母羊就從它的卵巢裡面 把一個卵細胞 成熟的卵細胞排出來 準備受孕的卵細胞 所以它的DNA是什麼 是一倍體 對不對 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呢 用同樣的技術把它的核拿掉 這樣子剩下這個細胞 這個殼 然後把這一個殼 放到這個細胞的殼裡面 就產生了一個叫做Fused Cell 融合細胞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細胞是什麼 外面是一個 一倍體 原來是一倍體的細胞 但是裡面的DNA是兩倍體 所以看起來好像一個獸精肉 那科學家就想 有沒有辦法騙過身體呢 找個第三隻羊 先把它調教 調到它處於懷孕狀態 然後就把這個卵細胞送進它的子宮 這一個本來什麼都被限制的細胞 長出了一隻Colomium 就叫做Toniton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些事情 透過這樣一個步驟 做人類的那樣打破了天然星光通通的精神 現在呢 從剛剛製造一個耳朵 經過一年以後 有人說 上帝那個椅子還蠻好做的 靠近一點 走到他前路 靠近了上帝的椅子 所以他製造了一個陶利羊 那陶利羊有什麼特色? 陶利羊從他出來 因為他是從他的體系統統化 所以他擁有了他外表的一切天然現象 後來很多科學也要用別的動作 就這裡 譬如我本來有一科技 他有長的科技 本來是一個斑 他長一個斑 一模一樣 他就是原來的東西的複製 但是有一個缺陷 所有這些羊 本來的壽命是12歲左右 12年左右 這個拿來做實驗的羊是6歲 陶利羊呢 活到6歲 就像一隻狼 所以有一個東西沒有打過 生命的界線 他只活到6歲 我們要休息一下 了 為了